《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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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没了 知道 但是她讲的我没有了 问了好几个人 我讲的 人家不生什么人家都没有 人家不生 寥寥分明 不是这个 人家不生 寥寥分明 你不是说 我一年不生了 在这个境界上 我啥也知道 我知道这是个手机 知道这是个 不是 它是一年不生寥寥分明的 是进入绝招以后 它无所住的境界 如果有所住 你这已经分别制作了 这手机这不是定义了吗 这个定义已经在人道了 其他道众是不这样看的 那已经回到人道了 是心无所住 那是个正量境界 那个寥寥分明 不是说 这是这个 是它已经了之 但是毕竟亏以后 无所住了 已经破了分别制作以后 就圆造的一个境界 才是一年不生寥寥分明 圆造了一切 就是它能够一年不生的时候 它可以做一切事 在每个维度做一切事 在每个维度都做事 在每个维度都做事 就是像人已经讲的就是 圆明了之不由心念 是不是讲这个 圆明了之不由心念 圆明了之不由心念 圆明了之差不多吧 圆明了之绝保持绝 他说的意思 载勇不说的意思 我都特别明白 就是他就是说 是什么 就像大车大悟的那个境界 不是 老师找人来议证一下 那我不知道 那个老师 那个常宗说的那个开悟 就是你所说的那种境界才是常宗的开悟 常宗说的那个开悟进行 就是同地脱落啊 根层脱落啊 就是那个 根层脱落的进行 也可以借信了 但是那种借信 定理好的借信 就是说还是这个借信还是有差别 但不能说两个不是都市 但是在有的借信以后正量有到达了 有的借信以后还没有 正量到达的就能保证住那种境界 就是再也不会灭了 但是正量没到达的有时候还会在思想上 还会迷惑 还会有疑 有借信的一瞬间或者什么 但是它并不是 并不能代表正量 正量还是保证之后还是 随时可以借信 就像中医生也随时可以借信的 就像你在那个雍爵的过程中也可以借信的 只是你没有回光返照没有去捕捉到那一刹那 没有去体验都可以借信的 但有的人他是修正到七八年修定理很好 在同地就同地脱落 跟层同时脱落了一下子 知道就这么回事 有一个圆绝 约造的境界 知道 不再被所有的内外境转 所有的东西真的是 就是不分别了嘛 它有没有空 跟有 不再影响你了 它是真是使有的 还是幻觉的 都跟你们一点关系 那才叫一念不上 你现在说的好像 我现在就能迷回 就比如说你说的这个 我已经就是 不是这个时候 我就很早就能迷回 你刚才说的 我不会说 你说 我要迷回 或者你说的 我早就能迷回 嗯 迷回了跟正德是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看佛经的时候 哇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也会觉得是啊 也能理会啊 佛的境界 所有神空境界 尽量叫是啊 甚至知道 甚至在意境里能够知道 那个境界是怎么用作的 但是你在这个世界没正德嘛 你的本能的这些分别认知没迫近嘛 对啊 还要正嘛 继续修 就能迷回就是领悟了嘛 这就像阿南 你看冷眼镜 冷眼镜 阿南就佛着讲嘛 就是提出真心啊 这些八华品 在前面讲完这个心法以后呢 明星见习这一块的时候 这个阿南就不是说听懂了吗 阿身心 变成什么样的境界 那这是领悟嘛 那完了还要修二个月头嘛 还要起修嘛 起修 二十五位菩萨才站出来说 二十五个法门嘛 就本能的分别还在 那么那个阿南的这个 就提出真心的结果 真是所谓解物的范围 也可以这样理解 也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他已经证了出国了嘛 当时他阿罗汉已经 那他的境界已经很高了 你说里边有没有一点证物 我觉得也还是有的吧 解物的同时 是不是也证了一点东西 也是这个差区别 但是要破本能的那些东西啊 还有就是那种时空对他的影响 那些东西他在心心上知道了 甚至刹那之间都能够觉知 但是呢 要彻底的在每间世上能够 圆明 他就他必须的在修六根 在某一根上修 在叶尔比赛时 也能拿某一个根来修 就暴生了 像我这种人 算不算是在影响 以及人感的影响 在影响 能不能算是影响 影响 如果是从我自己的修正来 再看你 我就是啊 就是我觉得还不圆满 还不圆满 因为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 我看你的境界 包括内心的气脉的这些 就是因为你证悟 气脉是有改变的 不是证悟 我说理上是理上的人说 如果你还没证悟的话 理上总有不透的地方 总不会圆满 不圆满 对空性的认知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我们了知甚少 因为如果你没有体验过神通境界 真的就像华爷的不知菩萨 佛强的富贵一样 没了知那些 那些境界的话 你对空即 几空即有空即是真空生妙 有这一块 大家都了知很少 你不脸 Closed Cap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